香里相亲 真实相亲 欢迎收看本期的香里相亲 如何让你遇见我在我最美丽的时刻 不知道大家听了这段话之后 有没有感觉到特别的浪漫 这是著名作家习慕容写的一首现代诗 叫一棵开花的树 习慕容曾说在她看来 生命就是不断地经过 经过 经过 她写的东西都是在生命现场里 所得到的触动 尽管有些触动要等到一二十年之后 才恍然大悟 但是这一切的一切 正如我们初见那般如此地经过 姐呀 是什么让你今天如此地受情 因为在爱情中 相遇是美好温暖 又令人向往的 就像今天来的大姐名叫王萍 她这一生可以说是历经坎坷 始终就在遇见和失去的过程中 不断徘徊 而今天我们的红娘 给王大姐介绍的相亲对象 据小天描述 说两个人一相遇 仿佛就像是前世约定好 今生就要见面一样 无论是从三观 经济 还是经历上 都有着不少的共同语言 听起来还有点童话色彩 好 那到底怎么回事呢 咱们一起来看看吧 相亲主角王平 年龄57岁 身高1米56 体重130斤 长川市双阳屈人 由于儿子未婚 工厂退休 退休金2200元 名下有住房一套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小卧室 行 我下台有的时候 那大卧室 这是小卧室 这是小卧室 这是也来回住 也来回睡 两屋来回换着睡 对 两屋换着来回睡 懂了 懂了 这是洗手间 完了 这是洗手的 那是卫生间 这是洗手的 我们这个洗手间和卫生间 是分开的 这个挺方便就在这 这间是我睡觉的卧室 这间是大屋了 对 是我的卧室 正好咱这个屋是回形的 是不是 对对对 因为它这房屋属于正南朝北的房 所以说它比较亮 就整个从这方 然后一直能转过去 然后再通到客厅 是 客厅还能再通回来 对 那格局真挺好 好吧 那回去吧 好吧 行 王平的这套房子 是二十年前在这里购置的 但他真正在这里居住的日子 却连一年都不到 在这之前 他一直在北京 与第二任丈夫经营家政公司 但是随着婚姻失败 他无法再留在伤心之地 这才只身一人回到了双阳老家 我突然间有一天晚上 看到这个《相礼相亲》 这个节目 我说 就萌生这么一个念头 就打电话了 那个男的还挺热情 反正不知道谁谁接 就有个男的 就是他 挺热情 完了我就说那好吧 我说我就 其实我上电视 我也觉得有一点纠色 后来我一想 这也不算什么 年轻人都可以上电视 那我这么大岁 我又没有了 我又不是说的 我有夫之夫 我上那来扯用老的 是不是 你心想这也没上科生的 我就这么不有气 就这个意思 要不我真不想上 不好意思 开始我也跟他说 我不咋想上电视 就是说 你看毕竟电视人一看 大伙我们的同学啥的 一看着王秉 你说你不缺钱找他干啥呀 其实但是人呢 不理解你这个孤独 怎么说呢 不经风雨不见彩虹嘛 就是经历的多 所以想的也就多 不抽烟不喝酒 我这意思咋的呢 抽烟喝酒 一个是我防火烟味 烟味我要闻着我就甘愿 那我成年在这种环境当中 我活得多没意思 我不如自己 所以说呢 他也是不抽烟不喝酒 对真 decided 要用点ака 我就非常烟味 对utos 但不一定看了 我的小动静 是给我们人房子 就会 automatically 这么烟 就是 小 Guy 对五明星 那他olin 主导工 知道 这 method 你们 推返带 这段 这孩子也伤心 我一提起他 我今天我说了 我绝对不哭 我一提起他们家孩子 我对眼泪就上手 我对这孩子的付出太多了 可是他没有怎么说呢 我一提起他伤心 绝对我都不当伤心 吃点苦啥的都那啥 再还我心里想 从小他爸就我们俩暴力 打我 就这脑瓜 他这下有个伤 就是他爸过路过路跑 这下有个疤 脑袋这块 就我们俩暴力完 我就跟他爸离的 离完了之后 那是当时我也就要着孩子 孩子要走 我也就彻底跟他拉倒 他这就不给我 因为缺少对孩子的陪伴 在王萍的心里 一直怀有对儿子的愧疚 因此不论是在北京期间 还是回到双阳之后 他都尽可能满足儿子的要求 但是在儿子又一次辞掉了工作之后 母子之间的矛盾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他可能是不要叛逆吧 然后后来呢 他这个厂子呢 干了一个星期 我干了 脏 累 我说儿子 你干这也不行 干那也不行 我说那你想干啥呢 我说那儿子 我说你就这样的话 我说一个月一万 一个月一万 我说妈这样的事弄不起你 那我干啥呀 咱也没想到这话说的 是伤得自尊嘛 是咋的 我当时我就被说 我就在这儿从厨房 我走到这儿赶着接的电话嘛 我在厨房 这电话在厨房 那个灶台上放出来的 我就这么拿着 我当时就蹦蹦地 我就坐地下了 当时我就听着这事 我心想这孩子也没进入呢 接下来我就问他 我说想问你为什么走 啊你凭什么说我呀 你说我我就不愤 我就不服 这这种过程 我就跟孩子就这个意思 但是我跟男方 我就是我也想那么说 我跟孩子没有联系 没完了说过 因为有的人不一定能接受 虽然嘴里说着气话 但是哪有一个母亲 不心疼自己孩子 王萍希望和儿子之间的矛盾 能够早日化解 期盼时间能抚平 彼此心中的伤痕 但是眼下生活中的种种不开心 也让他更加渴望 身边能有一个陪伴自己的人 那么今天的相亲对象 能给予他这份温暖吗 哎 高大哥 好 走啊 哎哎哎 啊 电视放屋里了啊 啊 听听听 啊 平常愿意个人看我电视呗 在家里 在这儿 哪儿啊 在家里待在时间多吗 嗯 不多啊 没法在家开不住 啊 开不住 那咱家平常开不开会 做做饭呢 做饭呢 我天天做 我自己做 啊 自己做 我自己做 一天几根 三个半 那我看看你 我看看你收拾的干不干净 你去开呀 一天开会开几回呀 三次 三回 对 早中晚都吃 对对对对 哎 一顿也不对 哎呀 我我对我不对 收拾挺干净 哎干净什么呀 这水都没弄了 没弄好 那弄好得啥样呢 哎呀 你这擦的特别干净 哎 这都是我后儿 我自己弄的 这这以前嘛 这这一会儿都像冻的 嗯 那个都冻坏了 以前呢 这后儿我自己 弄点那个什么 弄 弄点刺端 完了我自己弄的 那个那个照片是您老伴吗 那是我姑娘 大姑娘 家里没有二姑娘照片啊 有啊 有照片都在屋里面 哎 这种专身这是谁啊 那是 也是我大姑娘 啊啊啊啊 哇 这是在北京那时候 在北京照的 嗯 这是我当兵嘛 这是我老伴 让我看看 哦 这是哪年照的呀 这是七 呃 八几年 八几年 九几年的时候的嘛 去去珠海嘛 跟珠海照的 哦 中间就是二姑娘 这是我老姑娘 这个啊 这我们家一家四口 一家四口的幸福合照 让高大哥又想起了 曾经的幸福时光 而他和老伴的感情 也同样是甜蜜而默契 自从老伴去世之后 虽然倍感孤独 高大哥却一直不想找伴 直到一次意外发生之后 我身体没有 就是对有病的孩子害怕了的 就不小心磕了一下嘛 对 不是不小心 想小心不知道 害怕的原因在哪儿 因为当时说完下什么都不知道 等醒过来 我咋害怕了呢 说这是反正被死死也就那么低了 你像磕我你什么都不知道 也就那么低了 完了到医院 到医院一带回公司了 他说你这病可不可以算病 哎呀我说这眼睛都差点没磕香了 那个年轻人普通的胃病差不多 是不是 对对 对 就是就是那胃出血 就是我十二常溃养 挺过年了的 年轻时候 因为开车这个行业吧 就造成啥那吃饭不及时 多年记得你的这个这个病 但是这个年基本上都好了 就没没整地 多少年都不犯了 高警妇从没觉得自己的胃病 是个严重的毛病 但是这次因为胃病昏倒 差点导致意外 还是让他有些后怕 为了让孩子们少些担心 也为了找个能陪伴和照顾的伴 高警妇终于下定了找老伴的决心 我亲手都介绍了一个 都感觉不行不合适 感觉差在哪 都是差在 不是你见面不是说钱 那就是什么 我就接受不了这个 但你要不提前这个可以 说一心的话 我的东西基本上都是你的 真的 我的都是你 我这孩子他都不要 我们老大已经在珠海一套房子 澳门一套房子 我在珠海一套房子 我在这儿有套房子 我珠海那套房子是什么呢 是给我大女儿和老女儿和他俩的 我就告诉他 去年前年 前年我 王家老大跟我说 老爸 这房子去年给了一百多万 你卖不卖 我说卖它干什么 我说也不需要钱 我说算了 你就留着把这个房子就你们俩 你 你 你投资多少钱 拿出去 剩下你这俩一分得了 我说这我不要 我说我先来用着 因为我退休金两千多 两千六 我再加点继续 生活肯定没问题 这肯定没有 那怎么没想着把那套房子卖来 自己让人自己画大点的桌子 没有必要 你这俩收着你换它干嘛 收着有地儿住 自己这挺好 有那钱 比方说我挺爱旅游 嗯 如果拿着钱 俩人有个半的话 去旅游多好 出去玩 那多开心呢 嗯 我我钱不想往这上用 就像我这屋子说怎么好好使个水 我没想过 嗯 我有着钱 或者是我们俩想吃什么就弄点什么吃 花在这上 花在池上 花在生活上 老爸姐 中门啊 哎 哎呀 到了 哎呀 这个 这个 哎 你好 哎 走吧 走走走走 挺好的 挺好的 真的 说真的 确实挺好的 我也挺满意 哦 嗯 实话实说吧 嗯 实话实说吧 就是跟我 就是你给我翻的照片 差距太大 嗯 怎么说呢 就是先说我从自我家 就我 我本人 我叫高景富 嗯 嗯 1953年生人 53生人 嗯 今年周税是 六十六 我呢 对对方也没什么要求 这只要对方的人品好 对我好 这一 这一晚过日子嘛 经济上这方面呢 这晚就是两个人 在一起 过日子就是 够吃够喝 现在的生活水平都挺好 都不错 是不是啊 我那天跟天说了呢 嗯 我说谁要提钱 肯定不行 啊 不提钱 什么都行 因为咱们找的是老伴 找的是过日子 先感情 后谈钱 对 钱这东西是基础 但是你没有感情 你得有钱能怎么着 没凭 对对对对 所以说你钱 钱谁说能买了一切 是啊 但买不来感情 这感情买不来 是 他也换不来 是 我这么讲 我家孩子就是说 就跟我说了 老爸 你如果说要缺钱 你就只剩 我每月给你打一千五千 我们家俩 一月给你打两千 我说你不用 我说现在不缺钱 我说将来得说 我说我缺钱的时候 跟你们说 但是他俩都 调你多年好 嗯 调你多年好 嗯 房啊什么 对不管是哪 而是你一般情况下 他不管好 我两个都是女孩 他们这 因为我不上他们去 他们特别电影 天天给我微信 天天给我那个视频 你到我这里跟起来 不方便 自己愿意在他们跟起来 这岁数大 都愿意自己 我个 我个小 吃饭吃得起去 对 时间脱起 睡眠 也睡得起去 他们一等到 就到十几点钟 十一点 十二点左右睡 早晨不愿起 一般他们上班 都是八点九点左右上班 还有一天不愿起 我这早晨四点钟就起床 我感觉我们俩三观还是一致的 想法也是挺相同的 就瞅时间长了 坐着聊聊天啥的 瞅时间长了 还行 还能接受 就这个意思 是我想象 心中我想的那种 但是我想象不是说 好看来看 长得什么 你得好看 我不是想这个 我想象的就是像 他那种特别朴实 他那时过热的那种 俩人的经济条件都不错 不存在物质上的分歧 但之前因为高警妇本人和照片 存在一定差距 王萍的心里有一些落潮 不过了解过之后 王萍发现 两个人的很多想法都一致 但是在感情上 二度起伏的王萍 不会轻易表露自己的态度 接下来他将会如何考验高警妇呢 我这个人还有一个特点 我这个人的 就是不管是两口的也好 说朋友之间也好 我也不是很记仇这种人 比如说他俩两口的 为什么是就在这 脸红脖子处都让起来了 我第二个事 或者是上厨房炒菜 或者是倒杯水 回来可能我就忘了这事了 这事我不会 我这一辈子 我就没和我爱人炒过去 我说那个例子 比这个例子 我这人是一个大气 不是那种小心眼 另外我爱人 为什么没和我爱人吵架呢 因为爱人性格脾气都不好 因为他心脏病 我不惹他 我终不惹他 因为他越生气这病 越厉害 所以说我终不惹 你爱说什么说什么 我都不吱声 你在实在说的 我听着脚不得劲的 我说我出去溜达溜达 走了 完了回来没事了 我就这样的事了 因为这么多年 我一直在讲 因为他这个病 大夫就跟我说 他说 他这个病随时实际就生命危险 所以说你不能生气 就这样的 我一直在这 就是来长春这二十几年 这十几年当中 我总是这样 就这一辈子 我都 我俩结婚的时候 一直到这几年 我出来没跟他吵架 我不吵 你说我急眼了 你说的太深了 我做的不对了 我就走人 再说 我就不跟他吵 不吵 真吵不吵 回来不就没事了吗 对 我就没事了 就这样 比方说 就是咱俩在一起 我这边急眼了 你没了 我上跟谁吵的了 是啊 那你一回来 我也就忘了这事了 对对对 就这样 这也就打得起来 我说了 我说了不吵架 这就不好打架 为什么说呢 你夫妻吵架 越吵越生 不能吵 男人有啥话可以说 玩人说 他不搁心里憋的 对我也是这种 我就说 我要逼住这事不高兴 我就要说 对啊 你不说了 搁心里憋的 难受 吃完你吃对一错 反正你给我一个答复之后 他说真是对 那我就常是错误 我错 那你说我想的样子 我是这么想的 我说要是不对 你看不是我不对吧 我也肯定也要说 你看不是我不对 怎么说呢 就是说 通过他说话聊天吧 我认为他人品还是不错的 就是说他说的那个吧 可以说到我心里去了 就是我心里想象的那样 所以我感觉 长相也无所谓了 这做一个男人 必须得有责任心 没有责任心不行 比方说真的说 我们生物到一起了 弄得拥有点什么小小的事了 弄得挺不愉快的 完了再分手 那就不好了 咱王平大姐真的是非常精明 每一个不经意提起的问题 都是在看对方的态度 进而确认这个人的内在品质 就目前的情况看 王平似乎对高警复的反应比较满意 那么接下来他还会抛出新的问题吗 你做饭都会做什么呀 家常饭还是可以的 就是做家常饭 我说的意思 为什么问问你做饭怎么样 就是说女人是做饭的工具 但是你结了婚之后 比方说咱俩在一起生活了 那你不能总让我做饭 我又不愿意做了 你就已经做了我的是吧 这个事我可以天天做 你要愿意吃我可以天天做 这个东西真的没事 做饭这个事不成问题 做饭不成问题 做饭石头乌的什么的我都行 但是我石头乌的不一定说 像女同志那么细细 石头那么干净 这个我倒不一定 但是我肯定能 大面肯定过得去 大面肯定过得去 做吃的我 反正我肯定是 你说做好吃 我不敢说 但是就普通加上饭 我做的肯定没问题 什么我什么时间 我还愿意多饭 每个早上起来 我第一件事 我起来出去溜达回来 我就每次干活 就原来我爱人 我们那时候在 什么爱人混的时候 我出去不管干什么 万一都他家等着 那我听你们俩 我听你们俩定的话 平常归你 年纪归减 这个都不一定 随便 什么事也都可以 我们那些都无所谓 反正都无所谓 这无所谓 所以说 我以前就养成这种喜欢 就是能不管出车到哪 能回家住的 不在外边住 从来不在外边 能回家吃饭的 从来不在外边吃 回家自己住 最多原因在哪呢 因为我爱人 他不做饭 他身体不好 就是怎么着 他就不爱做饭 就是我们结婚的时候 他就不做 一直这一辈子 他基本上不做 除非我不在家回不来 没办法了 他有时候跟我开玩笑 说你在走钱 你给我捞张大饼 中间口眼套不下 对吧 那挺好 那也挺好 就这样的事 他就不爱做饭 但是外人吃家没问题 特别会过日子 所以有时候 要说起这话 我就说 有时候不愿意提过去 提过去 特别伤感觉 过去的事还是 就回忆 留着回忆些 我就觉得什么 不经常提 留着回忆 就把这一页翻过去 不管你过去 如何如何 我过去如何 这一页翻过去 对 就从现在往后 对 从开始 不然从现在往后看 对 别往前看 极次三番的考验和确认 王萍终于确定 无论从性格 还是生活习惯上 高景富都是他想要的 真爱心 敢爱敢恨的他 终于说出了 自己的心里话 你看我有演员吗 如果没有演员 我就不跟天说了 真的 没有演员 我就跟他说 但是我还希望啥呢 不是大帮过日子 必须有真心的爱 当然 必须愿解觉得 我看你咱俩那种 你记得这个 一种感情 如果说你说大帮的话 我不大 你记得 我说的是如果 如果说咱俩是真走得一起去 我会带你 像我以前爱人一样 我会这么带对待你 对 我希望咱俩有个责任心 当然 研究为了什么 那你为了什么 想找老板 不就有个一号 有一个互相 那个什么 这种心 要不然我为啥找老板 我没有什么一号 我找你干啥吧 我也喜欢 我找人品好 有爱 这两点 那当然 必须要有爱 你要生活在一起的话 没爱你就干脆就不能生活在一起 你生活不了 你连共同研都没有 你能生到一起 那不可能 如果你要说这两点都没有 什么钱不钱 那对我来讲都没有意思 我话再跟你说过来 就是啥呢 因为我把你的照片 发给我二妹来的 我二妹总电影我二妹 我二妹说 二哥这个特别好 特别朴实那种 你的长相和我二妹相似 但是你就比我二妹个小一点 我给我姑娘发过去 我大姑娘二姑娘 他们三个都给你发过去 因为我喜欢 话说白了 因为我喜欢我才发给他们 如果说我要看 说看不上 我不用说发照片 可能我今天都未必能见你 这说真的 我就直接跟天儿说了 天儿说跟我前两个 他说那个大姐叫什么 这个大姐叫什么 王我说 他说这个叫王平 怎么怎么定 我说你就见王平 那两个都不见 他说你如果相中 再给你见下一个 我说不用 就见他 我二妹就跟我说 我说那行 我说肯定没问题 我那我就见他 就站着跟你说 你说你问我啥意思 我说没啥意思 我也没啥要求 我这人是在外界上 你看挺什么的 在家里头 我就跟个棉羊差不多 二妹也不需要 该怎么就怎么的 真的 说真的 我跟我老伴 我老伴 我有能力 我上外时 我也不会欺负老公的 不会的 您也不要那么说 你跟老婆 你欺负老婆 你现在别牙子 你不需要 那没能力 你有能力 我上外边 没有能力 才跟老婆 使劲 你们两个的心意 我已经 因为啥意思了 那我们节目组 就在这祝二妹 晚年幸福了 好不好 那我先谢谢你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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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们相亲 才能换来 今天这样的缘分 两个人看待 事情的想法 高度一致 在我看来 真的是挺般配 王大姐第一次 来咱们节目组 相信就能找到 那个既能三观统一 又能一起面对 现实生活的另一半 真的是很幸运 那电视机前 单身的朋友 如果你也想 向我们王大姐 一押幸福 相对相亲的报名电话 还有微信二维码 都在屏幕上方了 欢迎您随时联系我们 那今天的节目 就是这样了 感谢你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她是别人眼中坚强的女人 讲起前夫喝酒的经历 她不禁潸然泪下 就这个事挺 就对我挺的啥的呗 我就觉得 就在心里是个阴影 曾经万般无奈结束婚姻 再次择偶 只求共度余生 然而内心的阴影 却让她不知该如何克服 自己就得喝 那你那意思 你找到另一半 就不喝了呗 我对喝酒有想法 相对相亲 下期播出 她是别人眼中坚强的女人 讲起前夫喝酒的经历 她不禁潸然泪下 就这个事挺 就对我挺的啥的呗 我就觉得 就在心里是个阴影 曾经万般无奈结束婚姻 再次择偶 只求共度余生 然而内心的阴影 却让她不知该如何克服 自己就得喝 那你那意思 你找到另一半 我对喝酒有想法 向你相亲 下期播出